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和武士排遣士兵孤独,寂寞之苦的良药,答案是军工版图书,作者,美莫里古皮提尔·曼宁尤加仲翻译在整个战争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成了难言之隐, 士兵们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战争的极其残酷,这不需要讨论,所有经历过战斗的人都对此感到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起来的精神和情感包袱,很少有渠道能让他们放下这种重负,很多人甚至很少向家人吐露这些经历,每一封寄回家的信都经过了审查,以确保没有任何敏感的信息泄露出去,避免信线落入敌方手中, 因为每封信都有身边的另一位士兵读出来,很多人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亲人他们的悲惨处境,此外,士兵不想让家人为他们不快乐和压抑的现状担心,他们不能描述战场情形,或者不能与家人分享他们的感受,很多信被简化为天气报告和一些模糊的客套化, 然而,图书为很多人提供了宣泄的渠道,这种难以理解的心情,通过某些军人对图书的专注而变得清晰了。 凯瑟·林安妮波特是一位不太可能获得广泛关注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巧妙地揭露了私密的,个人深层的经验与情感,这些会让读者觉得,他了解他们的内在思想与情感, 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读了他的军功版图书后写信给他,有些人说书中的描写能与某些实际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令一些人觉得在读了他的散后,似乎身上的孤独感和隔离感被冲刷干净了,通过给那些触及他们心灵的人写信, 军人又回到了阅读的作品里那些人际关系中,这些书信通常深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经历与情感中,实际上,他们会把很多没有向亲爱的人说的话,告诉作家,有一位军人对波特的短篇小说选,真是到这样的程度,整个战争期间,他都随身带着那本书,回到家里还保存着它, 他说,缓慢地往东航行,越过漫长的满是废物的太平洋,朝着回家的方向,我有机会再一次读了一些你写的故事,在平庄奔军公罢图书中,假如在休闲时,以局外人的心态,在合适的条件下,我们能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而且,我已经比以前更能欣赏你的作品,波特小说中的什么内容能够如此深深地吸引他呢? 是因为他能够抓住一些小小事件,刚好这些事件与你我都相关,以及捕捉到那些令人恐惧的情感,我们所有人都一度生活在这些情感中,遭聚时便丧失,被爱时便获得,遭乱用时变成了女无奇者的某种动物, 另一位士兵也从波特的作品中获得了巨大的安慰,他写信告诉波特自己的感受,他收到了波特的回信,欣喜若狂,波特问他是否住院了,并且把他关心的问题透露给了他在第九野战炮兵团的侄儿, 这位士兵立即回复,承认他几乎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病人,如果,让能够引诱波特跟他保持通信的话,过去四个月他都在住院,因为他患了黄胆,他很感兴有书可读,比如波特写的书,波特提到了他的侄子, 这揭开了这位士兵,对同属第九野战炮兵团的一位朋友累积的愧疚,我担心他剩余担心我自己,他是一个好人,自从很久前他在非洲登陆以来,他经历了种种地狱般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他的朋友就在他的面前被杀死, 医院,他小组里五名士兵,他最好的朋友,阵王,他本人被击中,我自己想,亲爱的上帝,一个人只能承受这么多,可是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这些,这位士兵承认,他愧于给以前的朋友写信,说自己住在医院里,因为他的朋友面对的是死亡, 他自己却到意大利旅行,听音乐会,看歌剧表演,住豪华旅馆,然后驻扎在离前线三十英里的后方,总是在危险范围之外,与他的朋友相比,他觉得自己不是一名真正的士兵,向波特倾诉了良心的不安后,他感觉好多了,战争结束后,波特回顾自己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帮助者角色, 他说,在我自己家里有三位军人,有战士们写给我的六百多封信,我希望自己能够被原谅,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杰出的军队,有这些性为症,当然也并非所有信件都是称赞我的,我提及这些时感到骄傲和快乐,至少有一些美国军人认为,我非常理解他们,被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科术,也许是所有军工版图书中最受欢迎的, 他讲述了生动活泼的童年故事,许多人都认为史密斯写的是他们的童年,当消息传开说,史密斯出版了散文谁牺牲了,这本书个性化地了写了成千上万个诺曼底登陆中的伤亡故事,许多军人都写信向他索要一册, 史密斯一直不断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士兵为他的作品,在他们身上产生的作用而感谢他,一位军事长写信给史密斯,当我第一次拿起你的书的时候,我垂头丧气,我是个冒失鬼,正如那位男孩说的, 但是,当他继续阅读时,我的精神不断提升,终于找到了我自己,有很多可笑的人物让我发笑,他需要鼓劲,布鲁克林有棵树提升了他,几个月来,他一直感到压抑和孤独,在阅读史密斯的书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安慰他, 他说,从八个月前我来到这里起,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笑过,一位在陆军航空兵部队服役的军人说,史密斯的书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而且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犯思乡病,他感到很吃惊,史密斯的文字能够把他送回家乡班的生活,一种他非常怀念,极其想回去的生活,他没有写信抱怨,在军队的短暂时间里, 我阅读了各种小说和经典作品,可以真诚的说,在读了布鲁克林有棵树后,我才真正感到满足了,许多写给密斯的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共鸣,一位在第七一六轰炸中队的士兵感到跟史密斯写的人物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以致他把布鲁克林有棵树,比作一封来自家乡的珍贵的信,在一家医院里,一位军人写道,对他而言,阅读布鲁克林有棵树, 是永无终止的享受,因为这本书让自己想起了在布鲁克林的童年时光,他说,对我而言,那本书像是让我重新生活了一遍,又有一位军人写信,希望史密斯能够获理好另一株文学的幼苗,使他长成大树。 史密斯的出版人收到一份来自一位军人的报告,报告说,他以前从不关心书,但是,我第一次找到了一本真正喜欢读的书,这就是被帝史密斯的小说,书名叫,布鲁克林有棵树,他希望知道他写的其他作品,他说,幸亏有史密斯,书是我们很少得到的快乐之一, 布鲁克林有棵树,与其他书一起,帮助士兵免除了每天都可能萦绕心头的烦恼,在一封来自R,H,的充满激情的信中,被帝史密斯听逆了一位讨厌的室友的话,R,H,与勒天派格斯生活在一起,一天,格斯来到他面前,手里摇晃着一本布鲁克林有棵树,并且说道,这是一本好书, 格斯把一切东西都称为好东西,R,H,抱怨道,他似乎不知道其他修饰性形容词,只知道布加区别的使用好这个字,他的女孩是个好女孩,龙肿是一部好电影,他的同伴是一个好男孩,第二舅飞机是一架好飞机,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几乎他每一开口,就会从他那可恶的嘴巴中,弹出一个好字,R,H, 开玩笑说,总有一天他要痛扁格斯一顿,但这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我可以看到,他自己从地板上爬起来,然后大笑,不要相信我真的会生气,接着说,急,这是很好的一击,你把我打倒的,朋友,R,H,说,言归正传吧, 他开始阅读,布鲁克林有科书,这本书立即是他和格斯之间的怨气,烟消云散,R,H,说,我无法告诉你,正如我想的那样,这本书让我多么感动,但是我知道,从现在起,当格对我说起这本书,并称他为好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一点都不生气, 所以,史密斯估计,他每天大约收到四封士兵们的来信,或者说一年收到一千五百封,他几乎给所有来信者回信,当士兵们收到他的回信,有时还随性附有亲笔签名照片,这是最常见的要求,都感到吃惊,回信从不落落,这些纪念品变成了珍贵的财富, 一位军人从医院写信给史密斯,感谢,感谢,你的回信,这封信在一个完美的时刻到达,因为他要经过即将到来的艰难的一周,每位医生都希望做手术,我不知道在做完手术后,医生,会怎么对待我剩下的躯体,给我一碗肉汁,在我的嘴里塞一个苹果, 我这么猜想,史密斯的信给他勇气,使他能够面对这次手术,一位士兵写信给史密斯说,我收到你的信时,我便想,好的,贝蒂已经送出了一张圣诞卡片,就像那些灵人认为,他们为小孩子做了什么事一样,但是,你瞧,还是贝蒂自己,我仍然可以吹牛, 我告诉我的同伴,这是我的前妻,因为他们不像我那样熟悉你的相片,那位军人带着史密斯的相片,从德国到比利时,他跟史密斯之间保持着定期通信,他要求换一张新的相片,他说,我需要另外一张,因为我随身带着这一张去了雪地,雨中,沼泽以及战场,这张相片也像是经过了一场战争, 另一位定期跟史密斯通信的军人也通过看他的相片,获得了巨大的安慰,他说,在战场,筋疲力尽,压抑难受的那些日子里,你帮助并激励了我,我带着你的照片,因为他帮助我记住我爱的那个人,指他的妻子,并且鼓励我在生活中追求更好的事物,这也是我打仗要追求的, 他还补充道,在我可能面临生命的最后关头时,你的小小相片,给了我最真诚的幸福和快乐,我多么需要他,几个月后,这位军人在战场上受了伤,在医疗队康复期间,他写信给史密斯,坚持认为史密斯让他的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 他回家后,他,妻子计划生一个孩子,如果是个女孩,他们就给他取名为贝蒂·史密斯,鉴于布鲁克林有科书的读者来信,如洪水泛滥般,向史密斯和协会涌来,协会决定重印这本书,史密斯告诉一位朋友,军工版,要重印,这真是太美妙了,毫无例外,我收到的信诀大部分,来自在海外作战的军人, 他们认为布鲁克林有科书中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不是在读小说,好像重新生活在布鲁克林一样,他承认,有些信催人类像,那些远离家乡,深处海外的军人,对那本书有那么多的认识,我真的深受感动,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对世界有益的事情,编稿,姚天奇欢迎大家订阅记我们